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手钻资本邓伦,怒吼裁判,却因贵人逆袭成顶流 杨子此生最大的屈辱是被当众嘲笑倒贴邓伦 同兴出道的杨子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喜爱,但为何会倒贴邓伦呢? 邓伦在2012年拍摄《花飞花》时与杨子相识 当时的邓伦只是一个小配角,杨子却早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之后在2018年时,邓伦在杨子的推荐下出演了《香蜜的男主》 也正是这一部剧让邓伦成功成为一线流量男星 在电视剧播出后,邓伦和杨子的CP也是炒得火热 杨子对于这些舆论并非没有在意,还特地用好朋友的词汇帮邓伦澄清 两人关系很好,杨子也就关注了邓伦的社交账号 但是邓伦并没有回关,这也就成为了之后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天杨子就突然登上了热搜,这也为邓伦占了很多的热度 还给邓伦塑造出了就算杨子倒贴我也不要的高冷人设 杨子就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了倒贴的标签,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对此,邓伦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一开始的相秘只有36集 甲方看到该剧的热度不断,就将剧本扩充到了63集 这让邓伦空不出时间来出演,因此男二罗芸汐的戏份就越来越多 甚至超过了邓伦的戏份,这本来对于罗芸汐是个好的机会 她正需要这些来磨练自己的演技,但是这也让很多粉丝不满 开始抨击罗芸汐,在粉丝看来肯定就是因为罗芸汐的后台强大 强行增加自己的汐粉,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身为新人的罗芸汐完全不敢为自己发声,只能任人宰割 这也让舆论开始一边倒地将矛头对准了她 反观此刻的邓伦,借着此波舆论也让她收益越来越大 自始至终也没为罗芸汐发声,这也让她的高冷人设更加的稳定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之后也是各种事情层出不断 这件事情稍微平复一点,她就在一次因为绯闻登上热搜 娱乐圈最昭黑的几位明星中,杨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了 不管是长相还是演技,多次被人吐槽 从恋爱到结婚更是一天没有消停 2018年的税务风波后,杨颖与黄晓明很少在一起出现 更是删除了很多社交平台的内容 这就造成了频频被传出和黄晓明离婚的消息 在此同时更是有网友爆料杨颖和邓伦的关系不一般 两个人因合作拍戏认识 之后被传出二人在房车里被逮个正着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对于这些事情,杨颖直接将这些人告上了法庭 维护自己的名誉,案件很快就胜诉 这间接证明了二人的关系 此后对于离婚的传闻,杨颖和黄晓明也出来澄清了很多次 表示一直都是谣言 对于网络上的一些传闻,两个人也表示很震惊 关于杨颖邓伦的事情不止一次被人们提起 这些人也是希望这些可以博取到大家的关注 只是很多网友都信以为真 对于这些事情,邓伦一直都是用沉默来应对 然而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在一个篮球节目中,邓伦因双方裁判发生了分歧 就冲上台和裁判理论 一时间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言语过激,爆出了脏话 在录制现场十分的失态 还直接说出自己不录的话语 这些表现都与他塑造的高冷人设不符 因此登上了热搜 一切不好的言论扑面而来 这时他的一些粉丝将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裁判 这些行为惹怒了裁判 裁判直接站出来否认并控告邓伦爆粗口的事情 邓伦的团队对此立刻出来进行公关 让对方删除内容 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救回邓伦的人设 这件事情让邓伦对篮球的喜爱成了圈内的笑话 可是事情过后 如今的邓伦依旧活跃在观众视野 在龚玉涵的运营下 他的事业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资源也越来越好 这些种种事件都可以看出他贵人实力不一般 要说金城最恨的人 邓伦绝对榜上有名 没有人可以永远18岁 但是肖亚轩的男朋友就可以 这是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 有内地肖亚轩之称的金城也是不甘示弱 对小鲜肉情有独钟 2015年 金城的多部作品播出 让他积攒了不少的人气 甚至被称为新晋小花 一度登上热搜头条 本来处在上升期的他应该专注于作品积累人脉 此时却爆出与老东家解除合作 在同一时刻还被曝光了恋情 两人被媒体拍到进出同一家酒店 举止亲密 后来网友发现此男生正是邓伦 一个妥妥的小透明 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看似没有瓜葛的两个人 却纠缠到了一起 在当时看来 两个人完全就是女强男弱 邓伦还比金城小两岁 是姐弟恋 金城的粉丝当然不会为此买账 因此爆出了很多邓伦的黑料 瞬间邓伦随地吐痰 随手丢烟头的丑闻满天飞 此事一出 很多粉丝跑到他的社交账号下 对他一通乱骂 但是对此他并没有做出回应 继续与金城秀着恩爱 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暗戳戳地洒糖 此时的金城正式对老东家提出解约 也就是这件事让他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也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了他的感情 那段时间的金城曾说过 没有一个公司敢用他 没了事业至少还有爱情 但是没多久 金城的一条动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随后邓伦相继发文 两人就此分手 从开始到结束不过两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突然 没人知道答案 但是在网友看来 当时邓伦遇到了贵人公郁寒 让他的事业开始上升 金城却完全相反 不平等的地位加速了感情的瓦解 邓伦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不过之后邓伦的事业是突飞猛进 一度机身流量明星行列 这也导致了之后很多事情的发生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